对了我上一次发完就是我自己的视频的时候 有很多人说你怎么变那么瘦了 我也发现我可能变得有那么一点点的瘦了 但是没有那么明显啊 就是平时用的镜头不一样 我这个用的是广角的镜头 另外呢我来泰国了之后我吃的真的少了很多 就是我之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一天吃四顿饭 但是来到泰国了之后 我一天只吃三顿饭 而且饭量都很小 但是我没有具体去称我有没有瘦 但看起来的话可能是你们觉得脸上有一点点瘦了 对不对 特别是来到泰国了之后 我的整个饭量可能也就是在上海的一半的这样的一个饭量左右 因为我在上海真的吃的好多好多 而且每天在室内基本上不出去了 但在泰国我基本上每天都是背着两个电脑 就是这个包 还有就是你看三脚架相机我都会背着 就是一天如果要是走个两万步的话 真的哇还是很累的 而且一天就是出一身汗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状态 你们如果要是来泰国玩什么之类的 你会发现泰国好像基本上没有太胖的人 他们都好受 所以说大家不要担心 旁边有一个Big C 我去Big C去买点那个东西 我偶然经过这边我就发现哇这边有个咖啡店 你看周边全都是卖水果的卖菜的按摩店 至少我觉得应该有七八家按摩店吧 不是因为这边有按摩店我在想来这个店呢 就是这种社区感非常非常棒 它有那种很亲和的那种磁场 这种磁场很难描述 刚才问了那个小姐姐她说这个店开了四年了 然后这边是她的黑板的菜单 这个店呢 她的咖啡其实怎么说呢 就中规中矩吧 但是我最主要呀是她这边有吃的 点了一个义士的这个野兽酱面 那这个咖啡店呢 她给你的感觉就是这种老老的旧旧的这种感觉 不是那种破或者是脏 因为虽然说她很老很旧 但是呢你仔细观察在每个角落 总感觉好像是 那种被细心的打理以及细心的设置过的这种感觉 我上次来是坐在这里办公的 因为这个地方它有插座 哇 这是你们王家儿老公的歌 这是一个音响啊在后面 买一个这个 小瓶子吧 蛮好的这个 It's easy to carry 可以折叠的 By the way what's your name By the way B-U-N-G 做的都还是挺环保的这种概念 这是硅胶的吗?应该是 这个是竹子西瓜 嗯哼,我们也有材料 你如果想要煮菜,就要煮菜 但如果你要去买市场,就会有大量的 然后,你会计算一下吗? 对,是的 哦 我们也有宫房间 什么? 宫房间,一个房间 哦 这个是RB&B 是的 这个也设计在一个设计的设计 多少房间? 我们有9房间 非常漂亮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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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在跟那个老板聊天 他这边是咖啡店 然后呢,咖啡店的旁边 这里是一个民宿 你看这边是民宿的路口 那这个电线和我这个凌乱的头发 这边有一个人,他拿着对讲机 是吊到了它,直接就把跑的很快跑出来 我觉得泰国他们对这种残障人士真的是蛮好的 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发现在泰国,这个Vivo啊,小米啊,OPPO啊,广告到处都是 这是 我非常喜欢吃它上边的这个牛油果的这个 最近不是看到这个Pian哥哥 风控在上台很无聊 一直在跟粉丝互动 我说今天呢,我就在这边的咖啡店给孙愿点了一杯咖啡 然后呢,在这个杯子上边 还写了一个 醋 鱼烟碰 这是一家精品巧克力店 外边还有这种外板蛮漂亮的 这个新视频刚发出来 然后欣赏一下自己的视频 这不是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吗? 怎么跑到曼谷来了? 你看,这上面还有一些车的模型 我现在知道怎么买的 对,我喜欢吃鱼烤 我喜欢吃鱼烤 谢谢 点了这两个,一个是30泰猪 一个是35泰猪 哇,这个芝士好香啊感觉 特别是这个芒果真的是入口即化 太好吃了 泰国这边也有这个阿拉比卡的小房子 哈喽 嗨 很好 多先udent吗 还是立正面对吗 应该 под多二年 这一年对你今天已经两个年了 吉ia 富柄 富柄 充日f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个春号的过程大概在5分钟左右 他们也是要计时的 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这种日式杯茶 它这种清香喝着很特别 因为平时喝抹茶喝的太多了 那就喝一喝这种日式杯茶 它也是抹茶除了是烘焙过后的抹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有一个店 哇 这个设计好漂亮啊 这是菜单 然后这边有杯子 你看是从里边传送出来 logo看起来有点像这个NFT啊 这边有一个大的logo 这边就连通到商场了 然后点的这个已经到了一个薯条 还有一个奶茶 便宜又好喝70泰铢 15块钱的样子 哇 很酸很酸很酸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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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